政府發言人辦公室發出新聞稿說,為了查明氣象局前政府局長在去年天甲吹襲澳門期間的紀律責任,而提起紀律程序,行政長官從預審員提交的報告中得出結論。 自這兩名工作人員,因有過錯地,未以有效的方式執行職務,而需要赴上紀律責任。行政長官根據公務人員通知規定,決定加重處分,處分氣象局前局長馮帥權撤職,由於他已處於退休狀況,將會終止支付四年退休金。 另外,科處氣象局前副局長梁嘉靖停職130天。退休基金會在上個月底,刊登馮水權的退休金批示,他每個月可以獲近8萬元的退休金。 如果以14個月計算,終止支付退休金四年之後,馮水權將會少收440多萬。 而梁嘉靖2月中辭去副局長職務,3月起回到原職,擔任第二職階首席顧問氣象高級技術員。 推薦的掛易,您所謂感動的工作可以須提出? 許可疑的主題,您所謂感動的情況下。